穷人和富人的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 不久的将来人类爆发了一场毁灭世界的核战 地表已经无法生存 人类不得不搬迁到暗无天日地下城生活 为了维持生命所需的能量 他们研发出了人造日光照 这里等级森严 只有拼命打工的人才会得到日光诊所的能量充充 否则就会因缺少光照而亡 小帅是一名普通的打工人 但就算他如何拼命 也无法维持他和儿子的日光治疗 眼看着儿子因缺少日光而去世 而就在这时 一个男人突然扶着一个身负重伤的人闯入了诊所 他让医生帮忙治疗 但医生却说这里是日光诊所 无法治疗其他病症 男人很是着急 就在这时 一个不明物体从他们身上掉落 这时医生怀疑这两人可能来自抵抗组织 试图把他们轰走 而男主小帅看这东西很是好奇 拿到洗手池冲洗干净 原来这个就是传说中通向地上世界的钥匙 而就在这时 武装人员也发现了抵抗组织逃到了这里 准备抓捕他们 男子试图反抗 怎料武装人员直接扔了一个炸弹 里面的人全都被炸没了 包括医生 而小帅躲在了卫生间逃过一劫 武装人员头目丧彪发现都被炸了 正要撤离时 小帅一不小心发出了声响 丧彪以为小帅是抵抗组织同伙 立即向他发起射击 关键时刻 小帅直接跳了下去 还砸中了一个武装人员 丧彪闻讯赶紧追了过来 却发现人已经逃跑 甚至还抢走了他们的一个飞天穴 准备利用飞天穴 跳跃到那个地上世界入口 而丧彪他们还在后面穷追不舍 这时他逃到一个天台处 无路可逃的他 只能尝试使用飞天穴逃走 由于这是他第一次使用 险些坠地 在最后一刻才启动了射火 飞跃到了上一层天台 丧彪带着人直接向上射击 而小帅这边不断向上飞跃 也引来了更多的围观群众 好奇他能否逃离这里 这时小帅来到一处天台 上面赫然展示这个他的全程通缉令 他已经无路可去 只能向前飞去 而丧彪则带着人一同向上飞跃 丝毫没有放过他的意思 甚至准备搭建炮台 准备炮轰小帅 长期遭受他们欺压的百姓 也在此刻实在忍受不了了 在一位男子的鼓舞下 与武装人员撕打一起 而小帅这边 眼看通向地上世界的大门就在眼前 借助飞天穴来回多个跳跃 还险些被他们击中 幸运的是最后一刻抓到了天梯 他奋力向上攀爬 后面的武装人员也试图向上飞跃抓住他 不过一个个都动力不足掉落了下去 但丧彪却飞了过来 眼看就要被抓住 小帅集中生智 利用飞天靴的火焰烧断了天梯后面的步 丧彪坠落了下去 但怎料他又在飞天靴的帮助下 再一次飞了上来 抓住了小帅的靴子 而这一次 小帅利用飞天靴的火焰直接击中了他 丧彪彻底掉落了下去 眼看小帅已经爬到了通道内部 怎料下面的火炮也已经搭建好了 直接向上射击 通往地上世界的通道瞬间打破一个洞 火光四射 众人也没见过这场景 都纷纷向上望去 不久之后 小帅也在炮击后苏醒了过来 找到了一个疑似开关的装置 他拿出那个钥匙扣了上去 随后上方打开一扇门 刺眼的光线照射了进去 他通过最后的天梯攀爬了出来 疑惑的是 就在他以为这里什么都没有事 几架飞机飞驰而过 随后他跟着转过身 一处高科技十足的城市展现在他眼前 他惊呆了 这时他才明白 所有的一切都是谎言 人类利用战争将平民骗到地下场 让他们为上层的精英分子提供劳动价值 而下面的人则永远无法来到这里 好